其实在三霸 老一代传言者 这种令人感动的故事 比比皆是 1977年的10月份 一场历史上 罕见的雨送灾害 突然袭击了这个 弱不惊风的地方 第一代造林人 造下的57万亩人工林 其中的20万亩 一眼之间被压舌压断 一个晚上 一个三米高的洛尔松 他的挂兵量 达到了250公斤 有的甚至超过了一吨 老一代职工 在屋里边 听着树木嘎吱嘎吱 被压断的声音 可以说痛心不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 把自己亲手引到的树木 像看待自己 亲自生养的孩子一样 但是那一代人 没有被困难压倒 也没有想挫折屈服 他们一颗颗的 情理着被压断的 参支树木 有一脚一稿的 重新整地 有一片一片的 重新造林 三八人坚信 树倒了 可以扶起来 人倒了 可以站起来 只要理想新年不倒 三八人 一定会战胜 重重困战 凭着坚忍的 恒心和意志 利用了短短的 二十年时间 营造洛书松 九十六安 造林诸数达到了 三德二亿住 在北京北部 一道坚实的 生态屏障 拔地儿起 温山大哥杀地 南亲的步伐 加热日